如果你想要做火爆YouTube的视频 找到一个还没有饱格的新兴市场内容 是非常重要的 今天我会给你详细介绍一个 我刚发现的视频新类目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趁这个类目还没有饱和钱 赶快地做 我建议你在YouTube、TikTok、Instagram等平台上 全面扩张开这个细分市场的频道 以抢占先机 这个细分市场就是 Dark Psychology 直译成中文是暗黑心理学 其实主要讲的是洞察人性的一些人际技巧 好的 让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频道 这个频道虽然只上传了55个短视频 但已经获得了超过48万的订阅者了 简单来看一下他的视频吧 其实做起来非常的简单 我给你看一下我用AI工具 花了5分钟不到就做出来的视频效果 怎么样效果非常不错吧 我觉得做得比它更好呢 而且你注意到吗 我甚至还找到了前面那个频道里 一模一样的AI配音哦 今天的视频内容会很详细哦 一定要仔细地看完整 不要错过任何重要信息 如果你喜欢我今天的内容 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 如果留言的人比较多的话 我会专门开一个系列给大家定时搜索分析 YouTube以及其他社交平台上面的新新市场类目 首先我们需要给频道起个名字 老规矩打开ChatGPT输入 就这么简单 ChatGPT很快为我们生成了10个名字 如果这10个名字你不是很喜欢的话 很简单 只需要点击regenerate 重新生成按钮 瞬间又出现了另外10个名字 好的我们来挑选一下吧 我特别喜欢这个名字 接下来我们来为频道创建一个logo OpenAI最新的ChatGPT4 Turbo模型出来之后呀 就非常简单了 我们可以直接在ChatGPT的聊天框里面 直接调用Dolly3来生成图片了 就不需要像以前那样还要来回切换 好的我们来输入 Please create a logo for this YouTube channel 看起来非常不错的效果 我真的非常喜欢 接下来我们要为我们的视频生成剧本 我们先来打开这个频道里 观看量最高的这个短视频 然后我们将使用到一个叫做 DownSub的免费网站 来下载这个视频的字幕 接着回到ChatGPT 把前面的字幕全部粘贴过来 然后我们输入 Please give me some dark psychology short video sentences based on this sentences ChatGPT随后就会为我们生成一系列的视频脚本内容了 这样又方便又安全 不用担心内容重复的问题 下一步我们需要一个高质量的配音 在这里其实我们有两种选择 我个人更喜欢第二种选择 因为在那个工具里 我找到了最完美的配音 不过你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选择工具 第一个工具是Eleven Labs 来到 Speech Synthesis 语音合成的页面 点击 Settings 然后使用下拉菜单来浏览不同的声音选项 一个个听下来 直到你找到最适合的声音 第二种我们可以使用 Flicky这款免费AI工具 链接我会放在今天的视频描述区中 创建好账户之后 选择一个新文件 只有这边的New File 你会看到两个选择 视频和音频 如果你对Flicky的Idea to Video视频生成功能感兴趣的话 可以去看我另外一个视频 链接也放在描述区中了 但是今天我们只需要使用到Flicky的音频功能 所以我们来点击Audio Only 然后捏贴ChatGPT生成的剧本过来 然后会看到这个VoiceOver上面有个Sarah这个选项 点击它 就会挑出来非常多的不同的配音选择了 今天我们来选择Gavin这个声音 点击Play 然后下载 下一步我们需要为视频生成图片 当然这一步你也可以直接用Dolly3来生成 但是我发现用Leonardo AI更适合 因为这款AI生图工具它不仅是免费的 而且在里面我还找到了我们需要的一模一样的暗黑心理学的生图模型哦 我们来到Leonardo AI网站 因为我们这次要制作的是短视频 所以首先记得要把图片的尺寸调整为9比16的比例 然后你会看到很多不同类型的图像生成模型 不断的往下拉 直到找到这个叫做Dark Psychology的模型 点击使用这个模型 这个时候你只需要输入一些非常简单的关键词 比如说Dark Red Manipulation 然后点击生成 就是这么方便 我们很快就得到了一系列效果十分惊艳的图片了 我们来看一下 真的是非常的炸裂的效果 我很满意 接下来为了进一步改善我们最终视频的效果 我们需要来到这个网站叫做Layopics 这个网站也是免费使用的 它能够瞬间让我们每一张静止的图片变成动态的效果 操作起来也极其简单 我们来到网站这里点击Get Started 然后上传图片 一秒钟我们的图片就瞬间变得生动起来了 接着我们来一一操作所有的图片 完成后下载 现在是时候我们把所有的内容都整合起来 来完成我们的暗黑心理学视频了 到这最后一步 我们将使用的是CapCut 简映国际版 免费使用而且极其方便的操作 打开之后 我们需要先点击Modify 来更改我们的项目名称和设置 今天我们需要选择适合短视频的尺寸9比16 然后导入所有的图片片段和配音 把它们按照正确的顺序排列在时间轴上 接着我们尝试播放一遍 边播放我们边来观察配音和它所对的图片片段是否可以完美的匹配起来 你可以通过拖动边缘来调整每一张图片的展示时长 如果你想要调整配音的话 点击选中配音的音轨 然后我们来点击Split来分割音轨 拉住边缘前后调整长度 同时可以拖拽它 直到这个配音可以和片段完美的匹配上 接着我们需要添加一些很酷的转场效果 以及视频特效 做这种暗黑心理学的视频 我们最好能够加入很多很炫酷的特效来增加整体视频的氛围感 你可以一个个尝试过来 选择非常的丰富 直到找到你最喜欢的那种效果 接下来我们需要给视频加上字幕 点击Text 你就会看到一个Auto Caption自动生成字幕的按钮 点击它 然后语言选择英语 点击Create 就是这么简单 CAPCUT瞬间给我们匹配好了所有的字幕 相当方便 好的 然后我们可以点击字幕 选择不同的样式 Text这边有不同的款式 你可以一个个看下来 我觉得这一款字幕特别适合我们这个视频的感觉 调整好样式之后 我们还可以给这个字幕加上动画效果 点击Animation 也是的 可以一个一个试下来不同的动画效果 我很喜欢这个PopUp的效果 好我们点击选定 看一下效果 非常不错 最后我们需要添加上一个合适的背景音乐 非常简单 我们来到Pixabay这个免费的网站上 搜索栏中就打入Dark 然后筛选音乐即可 很快Pixabay已经帮我们找到了几百首免费版权的暗黑系音乐了 选择一个你喜欢的 然后下载 回到CAPCUT 把背景音乐添加上来 适当地通过点击音轨中间这条横线 来调整背景音乐的声响 暗黑类的短视频的话 背景音乐建议不要太轻 因为它主打一个强烈的视觉和听觉的效果 我们可以适当地调整得比平时的视频稍微想一点 好的 就这样 我们的暗黑心理学短视频做好了 我们再来一起看一下吧 对于新人而言 现在做YouTube TikTok 或者Instagram 最关键的是能够找到还没有饱和的新兴市场 这样自己的频道才有可能在巨大的竞争中突破重围 对于打算制作教学短视频的创作者来说 建议你每天至少上传不低于三个短视频 并且关键中的关键就是一定要坚持 最后我要来强调一下 如果你喜欢今天我制作的这种 寻找社交媒体上新兴市场类目的内容感兴趣的话 你可以在今天的视频下面留言 如果我收到比较多的人都喜欢这一类的视频的话 我会专门开一个系列 定时为大家搜索新兴市场类目 给到大家方便建立新频道 迅速涨粉 最后的最后 别忘了点赞和订阅 我们下次见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